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各位观众朋友假日愉快平安 那么今天下一个阶段继续锁定我们TBS新闻 继续来跟大家来谈厄乌战士 这第25天最新的状况 继续邀请的是我们的军事专家 施孝伟主编 大家好 以及我们的郭正良亮歌委员 以及我们的第二小时陪伴我们的 黄伟翰自身的给人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俄乌战士刚刚我们也聊了很多 关于最新的战情 但是我们用地图来看看 这个地图上面用一个动态的显示 告诉大家25天以来 俄军攻占乌克兰所产生的推进图 从一开始往北边东边 不断不断的往中央缩紧 所谓的口袋战术 越说越多 那么更大的范围 可是到最近来 它的画面 我们可以cue一下这个画面 可以看到 近来几乎是比较停滞的 这10天以来的进展 相对的缓慢许多 但的确在于整个包围的战术上 都是有北边东边南边 这个缩口的情况 在控制着整个乌克兰的战局 所以这个恐怖的持续僵局 大家说恐怖在哪里 是说难道代表俄罗斯将会持续轰炸 而且这个轰炸是非常残酷的 全面性的轰炸 来轰炸乌克兰造成更严重的死伤跟破坏 那么对比打 蓄利亚有网络这样说 已经算人死 但是其实大家感觉 战争是没有人死这件事情的 这个人民的损伤跟丧失 实在是很惨 还没有不敢想象 所以当我们看到 包括了俄国首次动用高超音速飞弹 我们昨天亮哥也讨论 这个飞弹很强 昨天主编也讲了 这个飞弹 这个攻击的速度 我们可以看一下画面 它是被称为 号称可以当核 核当量500千吨的核弹头 也相当于广岛原子弹 33倍的威力 可以精准命中1000公里外 目标的一台小汽车 这个非常的精准 跟速度是无法拦截 还有它的破坏跟杀伤力 非常的惊人 如果它今天带的这个弹头 是核弹的话 那更是让伤亡无法计算 所以当俄罗斯也出动了 这一种飞弹 超音速飞弹来做攻击的时候 这好像是一个军武装备的竞赛一样 让整个战局 产生了更大的伤亡跟破坏 整个战事来看 目前哈尔科夫在这里北边 相对东北一点的地方 哈尔科夫目前淡如雨下 停尸间满满的棺材用完了 那么哈尔科夫本来是 巫国的第二大重镇 又称为智慧之都 是科技跟文化的重镇 而如今残破不堪 这个战争的惨况 把这个城市几乎是毁了 而伊尔平和在这个周边 更是很辛苦 直接是泛滥的状况 天灾又来乱 让基辅被战村庄 面临洪水的威胁 还增加了躲轰炸与撤离的难度 就在这里 伊尔平和的基辅的周边 那么基辅更是俄军的补给线 仍然没有被断 所以不断的被往南 继续还有很多的补给线 多辆的补给车 驶入也被卫星拍到了这个画面 所以就知道 其实在北边的这个补给线 还没有断的情况之下 往东南边的战事更加的紧缩 跟把他的军力加大在这里 而俄军从赫尔松 也就是南边黑海这里 往北推进 北推到克里弗洛跟 扎波罗勒这两个城市 还要把这边整个隔开 这样子的话 把这个乌克兰的军事力量 隔开之后他们直接可以串联 这个待会可以请主编详细的跟大家说明 而玛丽波大家看到 九宫未下在断水断梁 又没有各种相关的资源的情况之下 私伤当然是非常惨重 那么本来是重工业重镇 交通枢纽 现在更是残破不堪 像明日世界的画面 那么乌军才把尼古拉科耶夫 这里的俄军逼退就在这个地方 尼古拉耶夫 结果现在隔天 乌俄军密集又轰炸 昨天我们看到最新的画面 在今天的媒体上台湾看到了 就是一个军营 整个被炸得非常非常的惨烈 那么几乎造成40个人 目前传出来乌军的死亡 而且很精准的就是炸在这个军营 里面都是军人的这个状况 半夜的时候 那么现在死伤人数说不定还在增加 本来这个造船重镇 现在也变得残破 跟成为攻击的密集攻击的目标 相比之下在敖德沙这里 战事相对比较少 那么陆上的兵力还没有全部到 那么俄国的14艘的舰队到了郊区 疑似南北夹攻的战略 所以乌国的重要的港城 称为黑珍珠港 现在反而相对似乎可以喘一口气 我们听请主编来帮我们到前面 来跟大家说明 好 战争到今天第4周了 20多天了 大家会感觉好像 是不是打了这么久 没有一个决定性的结果 但其实说真的对俄军来说 当然他们开战的前几天 那个时候他们的时候的确是俄军很急 为什么 因为他们要抢架基辅周边几座机场 然后控制出基辅 然后要对泽伦斯基进行斩首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就变成说 泽伦斯基跑到哪里去 他们也没有办法掌握 所以俄军的战术 就从一开始的这种斩首跟快速突击 现在转变成一个常规作战 一个传统常规作战来说 现在以俄军当初投入的兵力 大约20万多的情况来看的话 你说他今天要能够对这些 包含像基卜 卡可布 或者这些大臣进行一个围攻 或甚至去成政的争夺战 其实对于俄军来说 他这个人力的确是 没有办法承担这样一个攻击 但是其实我们从这个图片 这一系列图片来看的话 当然这个部分来说 可能我们会看到 的确跟现在西方所呈现的 俄乌对这情况 感觉好像这个图 就是俄国所提供的这样一个图片 感觉好像俄军的控制范围大得多 当然 但其实如果说你把他 跟英国国防部的美日战报 来对照的话 他也还是有一定程度的 这样一个关联性 这个程度的关联性在哪里 我们看到第一 乌军的主力 乌军的主力大概就在这边 深蓝色的这一块 其实也跟其他的 比较中立的地区的电视台 或者是媒体所传出的 这样一个讯息非常接近 所以就是说你可以看到 俄军他现在第一 他要强攻马力波 但是对其他城市 你会发现他说为而不打 干嘛 俄罗斯不急 大家会觉得说你俄罗斯撑下去 每天这样军费这样烧 会不急吗 其实我们必须要知道 俄罗斯跟乌克兰来相比的话 俄罗斯比乌克兰有本钱的烧得多了 为什么 因为至少去年俄罗斯 他的GDP在全世界海牌 大概前15名以内 然后也就是说 再加上俄罗斯生产 是生产一些什么东西 俄罗斯的生产是生产小麦 对不对 还有石油 也就是说从战争潜力的角度来看的话 他的战争能量比乌克兰多得多 这半个月以来 俄罗斯其实已经很快速成功的 把乌克兰从一个军工 加上农业大国 给他打成农业大国了 军工这个部分 基本上来说已经被俄罗斯摧毁 所以你看俄罗斯他现在对于乌军的主力 在这边已经捕捉 然后而且家里限缩 为什么 现在乌军的主力变成没有办法向西撤退 因为如果没有办法向西撤退的话 在这个地方遭到俄军围歼以后 很简单 俄罗斯他所要的一个当初要的这两个大的 主要一个主轴 第一是乌克兰非军事化 显然俄罗斯要的乌克兰非军事化 不是一个协约上的非军事化 一个物理的现象 而是要的是一个物理的现象 干嘛 他把你的军队全部给灭了 把它端掉 让你以后没有办法实质威胁俄罗斯 这是俄罗斯要的所谓的乌克兰的非军事跟中立化 第二当然你要从这个地方马利波来看 你会发现我们前面刚刚讲到 俄军在大部分的城市基本上都是围而不打 基辅围而不打 苏梅围而不打 然后哈克夫围而不打 当然你说在这个地方 反而是奥德萨当然是距离还远 像在这个地方赫尔松还有尼古拉耶夫 尼古拉耶夫我们大陆的辽约二航公里 就是在尼古拉耶夫建造的 然后在这些城市你发现他们都是围而不打 然后或者说是已经陷落 然后在攻守街 但是俄军对马利波的攻击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特别强 一直毛起来打向街 你看这个画面传出来说 马利波的街道影像什么 几乎住民地都被俄军攻击了非常惨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马利波就是俄军当初所宣称的 所谓去纳粹化中的亚述营的大本营 就在马利波 所以对于俄军来讲 他也根本不接受 马利波这边的驻军的投降 他就是矛起来围起来给你打 然后当然在这个情况下 其实你也可以看到 俄军的这个进度之所以慢 的确也因为就是说他本身 就是其实 因为在这个冲突 初始 俄罗斯的这个角度就是 基本上他把乌克兰当作一个 斯拉夫兄弟 所以相对来讲 他跟过去之前在 不管是乔治亚或是车臣打起来的话 都相对来说是文明的多 也就是说不会 不会刻意的选择 民用的这样一个设施 全面的杀伤 全面杀伤 当然我们也看到 他们这几天的战局变化 就是俄军随着他 战事的这样一个胶着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 胶着的情况是怎样 就变成说 没错 俄军是停止前进 可能是因为受限于补击 或等等各种这样一个状况 导致于俄军的这个进展 相对来说比较停滞 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 现在是一个谈谈打打这样的情况 但是我们也发现到了 乌克兰军队的确 他没有一个大反攻的能量 也就是说你看 看到现在在那个新闻画面上出现 那个什么坦克重队 车队等等 几乎都是俄罗斯的 乌克兰的 因为乌克兰的军力 主要全部被缩限在这个地方 被俄军完全打到 也没有办法退路 也没有办法向西撤退 然后也没有办法突围 所以现在其实对乌克兰来讲 是一个非常危急的这样一个状态 当然俄军他要打到什么样的情况 当然最后还是要看 西方国家跟乌克兰 要让乌克兰对俄罗斯 让步到什么程度 在那个情况下 我觉得军事冲突 才有可能会停止 好的 非常谢谢主编 昨天其实在谈到 这些战事的时候 就已经谈到 我们来看一下马里坡被轰的状况 你看这张图 这是最新的一张图 打红点的就是被重度攻击 打黄点的就是被部分攻击 所以几乎每个地方都被轰完了 密密麻麻的 密密麻麻的 对 所以我真的认为 刚刚孝伟兄讲的对 他就把它当作亚述 乌克兰这个右翼军队的集结点 那都带有报仇的性质 坦白说 那其他地方是有点围 然后他就是要疲乏你 然后看你能撑多久 那可能会逐渐开始用断水断电 然后围让你开始缺乏补济 不过基本上基辅是一个 很难攻的城市 因为德烈伯河经过 那个城市分成两边 有点像武汉 那是分两边 而且周边的土地有沼泽区 所以而且据了解 虽然说很多人是已经走了 可是留在基辅内部 大概还有两百万人 那我看过一个统计 就是金融时报统计 在基辅如果一个建物 算成一个结构体的话 大概有五万个结构体 那因为基本上乌军的打法 就是躲在楼里面 他也不跟你做野外的部队作战 直接的大队 所以等于就是 他有五万个结构体可以躲藏 那你只要进来 那他就用标枪 或者是赤真飞弹来打你 所以等于是 有点是敌暗我民 那基本上他也得到了 美军提供的即时通讯的系统 所以他对俄军的动向 他们是有掌握的 尤其是基辅地区 因为2014年大概 俄罗斯并吞的克里米亚之后 美军事实上有介入来训练 乌克兰的军队 所以事实上已经有七八年的时间 所以他们使用美国的通信 情报的一个联络方式 我觉得也是满熟悉的 所以我认为基辅目前看起来 俄军硬攻进去打这个 正面作战的机会不是很高 他可能本来想要占领 可是发现不是那么顺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就用围的方式 不过我觉得乌东地区 这个马力波他早晚会打下来 奥德萨 已经撑够久了 对 就是坦白说 那个乌军的 淡水淡粮 乌军的强韧程度 出乎他的预期 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 奥德萨这个地方 我认为也会进攻 可能我们下礼拜就会看到 的确谈判边进行当中 战事很紧张 但是看起来以战里面积来讲 现在倒是集中在了 这某几个小地方在进行晋级 其他是为了不公 当然基辅连三个国家总统 搭个火车进去 都可以平平安安的去 平平安安的回家 像郊游一样的回家了 没什么事情 所以基辅目前显然 在俄军的这个做法里面 还是相对为 不是那么像 马力波或其他地方 这么积极的用轰炸 或毁灭式的在攻击 违翰 刚刚我们上个小时 张艺田将军跟大家讲 目前他对这个战事的看法 四个字叫北守南攻 对不对 那导播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简丘的电视墙上面 左上角的四张图 这个是最左边是 开打第一天 那我们如果稍微把它带浪一点 你会发现说 第七天 第十五天 跟第二十四天 怎么放同一张图 你一看你会发现说 原来从第七天以后 他所占领的区域就一样 我们这样一看 最左边是第一天 第二张是七天 第三张是十五天 第四张是二十四天 那么第七天就打得 跟第二十四天一模一样了 这表示俄罗斯已经停滞了 他无法再推展了 他已经受挫了 他已经被阻挡下来了 你可以这样解读 但是其实基本上 七天他就已经打到 现在这个状况 然后接下来就是奥德萨 奥德萨是关键中的关键 老婆现在这个图出来了 他一下子七天就是这样了 可是他就没有进展了 跟他的补给应该有关 但是他的战术是什么 我们不是补给我们不知道 等到马力波真的打下来 其实他是强攻 可是你看在这个老百姓部分 我是觉得我们看不同的媒体 因为西方媒体也好 或是乌克兰的控诉也好 就觉得俄罗斯很坏 他打死我们很多人 一定有很多平民被杀害 可是以这个战争的方式来看的话 他们其实基本上还是尽可能避开 平民不要打 平民离开以后我就打那个楼 那个楼不是军事设备 里面有躲军人 乌克兰军人 好 那俄罗斯跟这个乌克兰 他们各说各话的中心之下 如果奥德萨最后被他拿下来 再过十天 再过两个礼拜 那就整个亚述海跟黑海 都已经没有乌克兰的事了 就全部都被俄罗斯给拿走了 所以乌克兰 从那一秒钟开始 将会是一个不领海的国家 我就没有海了 那没有海代表什么 我无法透过黑海 把我的这些小麦 把我的粮食 把我的这些其他东西运送出去 没有海了 那是多重要的战略位置 可是他现在也没有急得打奥德萨 可是你说他没有在准备吗 他的那个登陆艇 已经往那边开 然后也有再轰炸了 可是就是尼古加耶夫 他打不下来 也还没打到 打下了尼古加耶夫 才有可能往西南再去奥德萨 所以这个战事 一边谈 谈了四次了 完全没有停止的意思 马力波他也一直在打 刚刚那个亮哥讲说 等到他拿下来以后 那你要看他就是一个 一个倒C 从基辅到这个 整个这样过来以后 倒C全部要拿下来 那我不知道聂伯和以东 很多地方还没去的时候 会不会就很快速的 就跟前七天一样 等到奥德萨被拿下来 整个黑海都没有以后 下一个七天就是 第一天跟第七天 那个这样 咻一下整个聂伯和以东 就全部都是他的 这是我们要去关注到的一个问题 从战事发生以来 我们每天都在电视上面 这我补充一点 请说 因为我们那天看到 俄国有十艘军舰 穿越青津海峡 这是他的太平洋舰队 那一般认为 他是要开到黑海 那如果要开到黑海 跟克里米亚的舰队会合 他就是要打奥德萨 虽然现在放着 也许就是下一阶段的攻击 不因为那个黑海 克里米亚这边的军舰不够 所以他等于是会合之后 可能就是要逛奥德萨 我跟那感觉有点 本意所知 因为第一中间有铁路 对不对 可以运输 西伯利亚铁路应该没有被截断 第二 这些船如果真的从 那个金钦要开到黑海去的话 以这个正常的航次的时间来算的话 其实大概要二十来天 过这么久 对 真的是要二十来天 因为这种两栖舰的速度 不会太快 一个小时大概十来节上下 十来节代表什么 大概每个小时 了不起开二十几公里 每个小时最后开二十几公里 所以你看 好像这样走 到中东大概都要两个礼拜 然后从中东 你还在绕过苏伊士运河 苏伊士运河你说这个时候 他要从苏伊士运河能够过得去吗 可能大概埃及 会把他挡架 会比较麻烦一点 而且因为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土耳其已经宣布 就是说 因为这边俄乌在冲突 所以他不让任何国家的军事舰艇 通过波斯普斯跟达达尼尔海峡 所以你说这些船 要到海森威 上路之后 把这些装备 然后通通都用海森威 然后上了这个 上铁皮 然后从西伯利亚铁路拉过去 七天之后到 我觉得这还有点合理 你说如果船走21天 而且终于有两个水龙头 已经被人关起来 我想那个大概希望不大了 其实